昨天被请下飞机的这一位,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有怀孕,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也是看到报纸上报导才知道 就是关于昨天武汉包机,然后不是有人被请下飞机吗? 然后有根据了解说好像是一名孕妇这样子 然后但是因为有人提到说就是这个孕妇的体温本身就会比较高 然后我们当时有医师是这个妇产专科的医师有根据 那怎么没有及时帮他结尾,然后我们想问一下说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孕妇的状况 昨天被请下飞机的这一位,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有怀孕,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们今天也是看到报纸上报导才知道 所以就算是妇产科的这个名医在上面,他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他怀孕 所以这个我们当时是没有办法处理 不过我们妇产科一直有表示说在怀孕的状况下,因为黄体素的关系 可能体温会有高到0.3度、0.4度这样的状况 这是有可能的 以上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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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